狗兔电影院 本周看什么 本节目有强烈个人偏好 不独立 不客观 飞第三方 冲直热线请拨打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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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宅有女们 好久不见 其实过了年胖成那样 我也不是很想见大家了 本周院线片 有见萌见萌的彼得兔 有讲述史上最口首富的金钱世界 有塑料姐妹花再续前缘的闺蜜2 有奥斯卡夺奖大热的三块广告牌 有拍了三年终于引进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懒得去电影院的同学也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近期的新出资源推荐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笔得兔改编至英国百年国宝GIP 号称全球最火的兔子 哎 我就想说了 是你笔得兔飘了 还是我兔八哥提不动倒了 这是一部家长可以光明正大 要带孩子去电影院看屁股的电影 田野一巴比的兔大战人类冷血坏邻居 光是看兔子给人类下暑假 踩定它就能值回跳价 你们要是看我看不够的话 再去电影院看这只兔子吧 回见 金钱世界改变至真实的绑架 一个充分说明了首富的玩儿不好当力 1973年美国首富保罗盖丽孙子遭人绑架 绑匪首要赎金一千七百万 哎等一下 放到今天就十亿人民币哦 绑匪是嗨了 可是盖蒂根本不给钱 直到收到了孙子的耳朵之后 老头才懂了 还没完 人家老头在考虑赎金的时候 还在跟儿子算利息 跟绑匪算汇率 跟银行算转账税费 那么最后绑匪有没有抓到 孙子有没有救到呢 我决定去看一遍 以免被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推荐 《闺蜜2》 时隔四年终于推出续作 数料闺蜜团远赴越南 进行攻击最后放欢 一觉醒来发现被黑帮追杀 这剧情啊 浓浓的宿罪记事感 考虑到导演黄珍珍 最近四部电影都在四到五分排桓 《闺蜜1》只有五点四分 再加上吴文乐 中汉良 豪华 男团一个都不深 不蠢看 三块广告牌 不必多说 无论是利益还是执行 这也都是我今年过程榜单上最好的肉品 我们虽然做过解说 但是建议大家先不要看 直接去电影院 推荐 疯狂推荐 小萝莉的喉神大叔 多年印度片观影的定律告诉我 偏明月楼 偏月航 中二鸡肉大叔千里呼送萝莉回家 一路经过雪山沙漠夺过枪火和追捕 是一部蒙点和泪点齐飞的作品 不过影片三年前已经在印度上映过了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 你要问我推荐不推荐 好片我当然推荐了 本周新出资源 与神同行 豆瓣7.9分 车泰山 何振宇住院 投资超过2.4亿人品 号称韩国人史最贵的 看这个特效场景 就晓得韩国人权没有白了 故事讲述了人死以后 需要在阴间通过七套审判才能投胎准时 影片通过对一名牺牲消防员的审判 千年出一个不哭不是人的故事 虽然本篇的韩式催泪略像狐狸 但从那个卸定的特效都值得一看 推荐 大佛普拉斯 看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凡爽多牛逼 我不能说得太多 说得越多你们惊喜越少 这是导演的初女作 一举就拿下了五座几码奖 更有趣的是 穷人的镜头都是黑白的 只有富人的视角的画面才是彩色的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全能看到都是彩色的画面吗 嘿嘿 推荐 本周新剧 这或如果有宅宅周玉明和最美胖子迪丽这把主演 改编至明晓西同名作品 耶 这个不是我初中同桌女同学偷偷看了那本言情小说的吗 考虑到她现在已经成了别鬼的新娘 不推荐 到底 期待打脸 心思走肉 第八季 每次追每次追到后半层都心力交瘁 是是是 我们都已经知道上市只是血头 人类的丑恶嘴脸才是主菜 好人不一定有结局 坏人未必遭报应 都这样了 第八季演到一半还要歇两个月 如今附魔 老子不伺候了 不传看